年初做藥師也要懂得沖咖啡 真是辛苦了各行各業的人 而且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進入藥房 不是買藥,而是買咖啡喝 非常特別,大家可以來台中試試 大家好,我是AV 今天帶你們來到台中 非常氣派的藥房 廢話少說,我們走吧 這裡真的不像藥房 因為一進來,他們的裝潢這麼豪華 好像藥房中的名牌 而且一進來,嗅到很香的桂木味 而不是我們平時嗅到的藥房的藥味 你看看,他們放得像尊貴 讓我看看這間藥房買甚麼 他們也有口罩、眼藥水、牙膏 不過這裡的牙膏好像是俄羅斯的牙膏 他們的品牌和一般藥局的比較不一樣 但基本上生活用品都是一樣的 這邊有親子健康、眼部保養 關節和骨的保養食品 所以這部分全都是吃保養營養食品 荷蘭研發的 這裡我看到他們也有寫明 如果你有哪一方面的身體 有甚麼狀況 譬如說這裡有時常、牛夜加班者 夜間工作者 有免疫力總是很差 經常感冒的,就可以來試這個 所以挺貼心 不過當然,就是看大家身體的狀況 如何不要過量用藥,對吧 來到這邊 這邊是他們的美容保養品和化妝品 也是外國進口的品牌 但也有放一些台灣本土的 走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藥局挺驚嚇到我的 畢竟他們選的都是平日藥局 很少看到的 讓我試用一下 這個是保濕精華液 它是用米糠製作的 米糠製作是米的外面殼 看起來可以修復你的皮膚 對,我們買一道菜 對賣的菜單 我用手 knife一直買到了 我用手這個的水分 是對賣的菜單 拿到腋製作比較仔細的 要用手套飯 要用手套飯 跟你用手套飯 就是用手套飯 跟藥仔師哥哥哥靠聊天 而且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進入藥房 不是買藥,而是買咖啡喝 非常特別,大家可以來台中試試